巨大帆布从天而降 砸中车道上的直行机车 55岁女骑士连人带车 惨摔倒地 但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砸下来 元凶竟然是东北季风 不止苗栗 台东更掀起了超狂风飞沙 眼前雾茫茫 沙尘袭来 悬浮为例严重超标 民众吃饭配沙 台中海线强风更如同台风过境 医院大门前 阿嬷趴在路边 残摔跪地完全站不起来 只能用眼神求助 老伴赶紧上前帮忙搀扶 原来老人家到医院看诊 却在大门口被强风吹倒 还有小男孩一路逆风 死命的紧抓着妈妈一脚 没想到 没抓紧受益松 在路口翻马线上 孩子被强风吹到 斗腿路 瘦小身躯 被强风吹着跑 差一点餐摔滚地 妈妈见状回头救援 母子俩客难前进 这夸张景象就在台中 旧的台风外围环流 东北季风联手 台北十级台中十一级 尤其蓝宇更侧得十二级 瞬间阵风 风尘新竹 还有学生自嘲 洗杯子顺便洗澡 强风吹散水龙头水柱 高得全神湿 饮水机出水根本不受控制 东北季风发威 威力惊人 不属台风 界中部综合报道 小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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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